我是一线女明星 亲妈为了养小白脸和赌债 把我送到投资商的床上 还把这个视频独家发给媒体 我名誉扫地 全世界骂我是当府 那个晚上在我身上肆意游走的男人 他又是谁 一杯加了料的牛奶 由亲妈在睡前递给我 我是一线女明星苏黎欢 三年前出道 因大学时摆摊卖柠檬茶 用力摇晃柠檬茶时呈现出傲人的胸伪 又因胸围下 过于苗条的蚂蚁腰被路人拍下 一战成名 之后揭摇雪糕广告 明明是魔鬼S型身材 长相却清纯淡言 被网友们奉为这代的玉女 我每一日都忙碌在片场 赶日复一日没有尽头的行程工作 以至于身体内疲惫堆积如山 年末时终是受不住 只能暂停手上工作 住了几天医院 但一停下来 关于我和我妈的矛盾就更重了 她欠的赌债雷雷 如山般高 还喜爱养小白脸 这日 我被迫看了我妈 和她用我的钱养的小白脸的 小白脸的名字叫李中文 是娱乐圈的十八线小模特 希望搭上我这条线 给予资源 我躲在房间内 听着我妈和李中文亲吻的口水黏泥声 他们一进门就迫不及待 脱去对方的衣服 拥吻着从玄关到沙发 跌落下去时还听见我五十岁的妈惊呼 宝贝 你真棒 年轻就是好 一下子就硬了 腿在张开点 男人粗喘着说 嗯 对 在深入 女人已经深情地投入 他们肆无忌惮 一头年轻的公牛 在智力耕种干涸的老田 他们是那么沉浸在肉体的欢愉中 都没有发现家中还有一个我 又或许是被我看见了也无所谓 亲妈曾坐在李中文的大腿上 命令我 苏黎欢 你给中文在新电影里 安排为男二 我看男二笑草的人设很不错 我忍住耻笑 那个电影的笑草人设单纯修难 不小心碰到女主的手就会耳朵通红 是个坚守传统礼仪的婚后主义者 像李中文这种为了资源睡女人 哪有一点沾上边的样子 如实回复道 不行 这部戏的导演不喜欢脸上动了刀子的演员 李中文瞬间黑了脸 两颗眼珠子阴沉地盯着我 我不理会他的冷眼 继续道 导演要用原汁原味的人 我承认 他是帅哥不假 不然怎么会迷得我妈五迷三运的 但是 娱乐圈怎么会缺这种小帅哥呢 更何况是需要上映大屏幕的电影 需要一张惊得起镜头的脸 比如我 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科技感 中了基因彩票 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可我明白娱乐圈这个大染缸 所以我尽量 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些脏事 生怕哪天就身败名裂 成了网民们喊打的过街老鼠 李中文收拾好人母狗样离开前 我没有遗漏他眼中的憎恨 李中文对我说 得益不了很久 很快我的报应就会来 我冷眼不作声 他为了资源 不惜勾搭上我五十岁的亲妈 三日两头就交粮给我妈 相信我妈口中的扶持 深信此后飞黄腾达 资源滚滚来 殊不知我妈是个赌徒 剁手都改不掉的那种 长期高山式的赌债 压垮得我喘不过气来 就连一万块辛苦费 他都给不到肯耕种 他这老田的公牛李中文 二夜色已深 我点了外卖吃后 亲妈从客厅跟随进房间 她偶尔会散发母爱 关心我的身体 递给我一杯牛奶 你赶快给牛奶喝了 才能赶紧调养好身体去上班 提到了上班赚钱 我对这杯牛奶毫不怀疑 我们一线女明星日薪208万 确实我休息几日 就耽误亲妈去赌场辉煌几日 我进入睡眠一向慢 这夜却几分钟就很困倦了 迷蒙中 有只粗壮的手在摆弄我的身体 先是脱下了我的真思睡裙 我推嗓了几下 碰到的是很逼真的人温热的体温 胸膛很坚硬 不同于我们女人的身体 跟水势的柔软 像雪又白松软 听到了男人玩味的赞叹声 我的身体很沉重 理智告诉自己必须要起开 但始终很困倦 并且有东西在压制着我 那东西不停地游移在我胸口 轻碾聚拢我的一双大白兔 到纤细的腰肢 一阵阵热流涌向下方 尽管我未经过人世 但我此刻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想要男人的欲望 急需有个东西填充我体内的空虚 刺痛中我还是醒不来 这一晚犹如在波浪中上下起伏 第二日是头痛起来 发现我的被子床单都换了一套 虽然是同样的颜色和花纹 但我前日不小心弄上的咖啡子 没有了干净如心 身体也是 各处都仿佛遭人捆绑过 说不出的酸痛 此后 在临睡前 亲妈都会送上一杯 奶味很浓的牛奶给我 仔细地看着我喝完才离开 而我的欲望也愈加深重 每一夜都在做出春梦 梦里是和年轻男人交缠身体的我 她拥抱我的力度大多是玩味 戏弄 不中却能把我死死压在身下 用武力压制我一切 让我迎合她的来势汹汹 她爱说一些情话 在进入我身体的同时 附身在耳边 大明星在床上也这么漂亮 到最后 她掐着我的下巴说 嘖嘖感叹 只有我一人欣赏 真是太可惜了 记住 我是你的第一个男人 之后我还要拥抱你很多次 升线里是浓久敬过后的沙哑 早上酸痛起床 我在胸口 腰肢 大腿都没有痕迹 只能归咎于欲求不满 我何止是见过亲妈和小白脸的上床 小时候更多的记忆是 贫穷的家里来了不同的陌生男人 亲妈让我躲在衣柜里 我透过衣柜门的门缝 看到了两具男女身体在滚动 年纪小时不懂 那么如今25岁的我 肯定是懂了 我都怀疑梦里那个始终戴墨镜 看不清全貌的年轻男人 是我妈养的小白脸 李中文 不 我不喝了 亲妈又端来牛奶 我弄撒牛奶 奶白撒落了瓷砖 亲妈很生气 怒骂 是个不孝女 我不理会 诸如此话 她骂得很多 这夜 我没有做春梦 那个戴墨镜的消失了 不会再有男人会敞开我的双腿 带着戏弄的玩耍在我胸口游移 腰枝也不会被男人狠狠抬起 被迫与男人接触过于亲热的肌肤 那个男人恨不得把他全部 嵌入到我体内 对这一切 我只觉得肮脏 三 甚至发展到后来 我起床时是脱光衣服 床也变得年龄不舒爽 还有亲妈对我的态度 按理说她应该催促我去上班 但她却如平常的母亲般 让我多照顾自己的身体 不急赚钱 我确定了 这杯牛奶是加了药物 至于是否真的有男人在我喝了牛奶后 进来房间 我只能七亿是没有 我不愿相信 亲妈会为了赌债做到如此程度 我对她的价值是如此的大 虽然不久之后我因为身体 需要明年年初动身去国外的医院 接受更好的治疗 但我也认真地询问过她的意愿 她回复我 不愿意 不去沟通不便讲外语的国外 我收拾行李 看了眼床上的大型棕熊的毛茸茸娃娃 叹气 抱歉 我不能带你走 去国外了 登记前 我还接受粉丝们的撒泪 他们都不舍得我离开 我微笑着和他们握手 签名 但其实此刻的我已经很疲惫了 要支撑不住身体了 在车内时 我已经很注意了 是亲妈从外面买回来的饮料 她插上吸管我才喝的 可是 我又梦见那戴墨镜的男人了 她喘息的声音 这一次听得尤为清楚 她解开皮带的声音 她张嘴的唇瓣里还带了几丝酒气 她翻身坐在后车座上 把我抱在坚实的大腿上 掐着我的下巴 她说 真不想放你走啊 我漂亮的大明星 我的娃娃 我打了个冷战 她的肌肤像是低温的蛇 不是来温暖我 而是来蹂躏我 像蛇般啃是吞噬我到最后 我的力气都没有了 很微弱 企图抬手摘取她脸上的墨镜 可她打落了我的手 并把我的双手一起拴在身后 只让我随她的动作起伏 我数不清她拥抱过我多少次 只觉得我的身体 好像很熟悉她的动作 她也知晓我的敏感点 迷蒙不清的记忆中 似有闪光灯一闪而过 到达机场 这场春梦也结束了 哪有什么男人 只有我妈从上车前 就喷洒的十分浓重的香水 我把亲妈的脸深刻的看了遍 她隐瞒着我做了什么 如若她真的做了让陌生男人糟蹋我的脏事 那么此后她一分钱都不会从我这里得到 那些高利贷 要债的黑社会就足以吞噬她 到求死不能 突然 粉丝们爆出惊叫 纷纷看向手机后 对我露出不可置信又痛心的眼色 助理也僵住 拿出手机给我看 屏幕上赫然是我和戴着墨镜的男人 车阵的视频 视频里 我的衣服滑落到尖头 露出雪白银润的肌肤 后背的胸衣扭扣已经被解开 取而代之事 一双小麦瑟肤色的男人的大手 我正坐在小麦瑟肤色的男人大腿上 与他抵死缠绵 我潮红的面容 他急促地喘息 和拥着我的狂乱动作 视频看起来 我和这个男人是情意绵绵 眼神拉丝 男女之间的欲望生腾起来 比电影里的岛国动作片还养眼 可我浑身冰冷 原来真的是如此 在家里休养的那段时日 都不是春梦啊 是现实啊 他说到做到了 他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他在那之后还拥抱了我许多回 在我喝了加料的牛奶后 在我不清醒的情况下 不仅如此 亲妈还发了一张 我在医院时的照片 四照片的我很疲惫 脸色苍白如鬼 在连续连轴转三年工作后 被打倒了住院 连走路都需要助理服 亲妈却污蔑我 是我做了不能放在明面上的事 两张照片 瞬间把我打入地狱 没有人听我解释 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 对我都是恶评 他们说我此后不是狱女 而是欲望的狱才队 网络笑谈 想不到苏黎欢生的冰青玉姐 那里却脏得很 玩得这么花 还车震 看到凶了吗 哇塞 这罩杯是去F女优都可以 这大胸大屁股的身材 我也想玩 按在床上使劲地玩 给我穿各种情趣内衣 乌烟慧雨快要淹没了我 无数恶评 对视频里的我评头论足 仿佛每一根头发丝 他们都要扣出来 尽管也有人指出 但声音很微弱 好像不对劲 苏黎欢的状态不对 你看他的眼神都是失焦的 也有些莫名其妙的声音 说视频中的男人声音很悦耳 仿佛耳朵要怀孕了 说我真是好命 被这么英俊的男人上 所有的 所有的评论 我都一一看 很痛苦 原来那些夜晚 都是无法抹除的事实 亲妈多年来 生而不育 小时是奶奶照顾我 奶奶去世后 我独自一人在世间成长 吃苦 曾经在餐厅厨房把售都洗烂泡白 在酒吧的当服务员遭客人开游 在娱乐圈努力摸爬打滚 不让自己跌落泥土中 等等 都不抵过亲妈对我的残忍 我宁愿没有这个妈妈 她是把我拉入无间地狱的恶魔 她是对我挥动镰刀的死神 她是天生的坏种 连对唯一的亲生女儿都是这样 没有一丝怜悯 和善良 她对我从来只有利用 看我身体不行了 要去国外了 就将我的价值榨尽 这个视频和照片 她买给独家媒体 发布独家新闻 应该可以赚取不少钱 还有一点 我怎么翻评论 无论网民们有多跳跃 可始终没人有揪出 视频中戴墨镜的男人是谁 有认识的狗仔记者告诉我 亲妈果然是想卖了我 赚取一波钱 我回到家时 才发现家里已经被查封 亲妈连住的房子都拿去抵债了 无助地借住在住里的家里 查询我的财产 果然是最亲近的人 才知道怎么伤害你 给你造成最大限度的伤害 无数的电话和短信不断地传来 虽然不乏有关心的 好奇的 但更多的是有侮辱和恐吓的 看见了塑料袋 我忽然想是否拿个塑料袋套上 就会窒息而死呢 不要看明星光鲜亮丽 许许多多忠诚的粉丝 捧你上神坛 可他们一旦感到背叛 人云亦云 即使是假的也会成真 口碑就会大幅度地下降 跌落成云泥 把我从黑暗狱里出来的是助理 他啪啪送了我两巴掌 他在鼓舞我振作 苏黎欢 正义会到来的 也许他会迟到 但一定会回来 在此之前 我们先要努力 他挥舞着手机 有个人发了一段视频给我 可以证明你是清白的 是阿姨设计陷害了你 但他的眉头紧锁 眉眼间一出胶着 但是 录下这个视频的人很可怕 他录下的角度是正对你床上 可以把你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都拍下 我颤抖着手指打开那个视频 先是拍摄角度很直接 先进入的是我的床 然后越过床 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我的化妆桌 衣柜等 我浑身一冷 因为能想到的只有 床上放着那个男粉丝送的毛绒棕熊 那眼珠子就是偷窥摄像头 越往深层想 我就觉得越冷 往日我在换衣服 睡觉 做什么 偷窥的人都可以了然指掌 太可怕 人心 这又是另外一个未知的地狱 是一只色域恶魔 助理去咬着牙说 不管怎样 这个视频可以证明是阿姨给你牛奶后 你陷入昏睡 是那个男人 我记得这个宋棕熊的男粉丝 是个铁粉 我注册了小号去看她的微博账号 发现她早已关注我的对家女明星去了 明日是对家女明星 梁月月在商场的宣传珠宝活动 而那个男粉丝张帖一定回去 她算是个战姐 靠蹭明星的流量而存活 助理说让我花钱去雇佣别人对付张帖 但是我的钱包 很可笑 已经被亲妈给掏空了 至于亲爸 自打出生起从未见过 用妈妈的原话说就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 哪知道哪一个是你的爸爸 就算找到那个时期睡过我的男人 也要一同去做鉴定才能确定 是的 我的亲妈从年轻至今是个海女 她的外貌出众 若不是娱乐公司不予以谈恋爱 需要维持男粉丝数量 当初的她说不定也是个大明星 在红毯上大杀四方 我黑衣黑帽黑裤打扮 掩盖住了容貌 偷窥犯张帖的微博打卡就在这间餐厅 对家明星梁月月宣传活动的商场前 我买了一杯热咖啡打量着坐对面的张帖 她的眉宇间有几分熟悉 像是我见过的某个男人 但想不起来热咖啡的暖意都不能温暖我的手 从手心到心脏都泛着冷意 对人的恶意的冰冷 糟了 她准备离开了 我紧张的立刻起身 装作被凳子绊倒 不小心的把热咖啡撒在张帖身上 尤其是她的笔记本电脑 压低了声音 粗雅的说 对不起 不是故意的 这前面有间修理电脑的 我带你去 张帖愤怒的咒骂我 我的苹果笔记本可是上万的 我赶时间 不用修理了这样 你给我上万 这事就了结 好的 我早猜到了张帖不会同意 随意去一间店铺修理电脑 那她电脑里隐藏的秘密 万一被高手翻出 怎么 她的筹码没有 她怎么伸手向我要四千万 我没想到在张帖心中 梁月月的宣传活动比修理笔记本还重要 商场内 此时梁月月正穿着华丽的白色礼服 捧着珠宝在进行拍照 再见到亲妈养的那个小白脸 李中文上前给捧花时 我可悲地笑了下 我知道偷窥家勒索犯张帖熟悉在哪里了 她又是像谁 就是像李中文 在后来我报案 诉说了我遭勒索的状况后 警察没收了张帖留在偏僻巷子里店铺的笔记本电脑 我跟踪张帖到那间店铺 心很恐惧 那地方实在偏僻 一个害怕就手抖呼叫警察 我们中国公民一向如此 遇到困难要找警察 孤身犯险 尤其我一个单身女子 很愚蠢 警察分别召唤了张帖和李中文 我才得知原来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在张帖的笔记本电脑里 有着上百个关于我的视频 我换衣服的 我刚洗澡从浴室里赤裸而出 以及墨镜男人上我床的视频 警方从张帖的手机微信里 找到了和我亲妈大量的聊天记录 六 我看着那些令人心凉的聊天记录 你不该找我 她的名声败坏了也就败坏 钱我已经榨干她了 她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张帖问 改找本人大明星苏黎欢吗 亲妈回 你勒索我是白费功夫 女儿是我亲手送给男人的 你有本事就去找那个男人 全网都搜不到她 但李中文是亲妈最近宠爱的小白脸 她知道实情 所以 她才会对我说 很快我的报应就会来 就是指我被亲妈卖给陌生男人 这件事情吧 我无法忍耐怒气 我一见到被召唤而来的亲妈 怒声质问道 为什么 难道我不是你亲生女儿吗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残忍地对待我 如果你不想要我 不想好好生养我 那么你就不应该生我出来 既不能给予我好的生活 也不能好好对待我 那么至少也不要毁了我的人生 我在警局里放声大哭 那种被亲妈被刺的感觉无法言喻 真的一场痛苦 妈妈 我不求你爱我 只求你不要一次又一次毁了我 你毁了我的人生和事业 不也是在毁了你自己吗 我给你还了几千万的赌债了 你怎么能觉得我因为身体不好 就立马丢弃我呢 你真的是一个母亲吗 她对于我的痛苦 全程无动于衷 面无表情 她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 把我嘴巴里甩出了血 我本来就不想生你 要不是月份大了 不能堕胎 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里质问我 其实 我早该对亲妈 对她绝望的 在我还了一次又一次赌债 在她从未毁过自新的态度 这种赌徒早就丧失了人性本善 他们只在乎自己有没有继续赌 即使倾家荡产也无所谓 即使失去家庭也无所谓 我抹去脸上的泪与血 看着眼前的女人 妈妈 我不爱你 从今以后 我不要再爱你了 我没有一个赌徒妈妈 一个卖了我清白 毁了我人生事业的妈妈 坐牢也罢 被高利贷 追债着砍杀也罢 都是妈妈自己造成的恶毒 人生结局 警察顺藤摸瓜 一个星期后通知我 找到墨镜男人了 我笑了下 我见过这个男人 是大名鼎鼎 娱乐圈里有权有势的徐导演的儿子 新二代徐成斌 是混不涩的 扶不上墙的金圈太子爷 沉浸在八卦娱乐圈 喜欢漂亮女团 所以亲妈对张铁说 那个男人的父亲会摆平一切 你怎么做都是徒劳无功的 真相被完全掀开了 警方发出了通告 关于还我清白的通告 官方通告铁证如山 一出 网民们都沸腾了 跑到徐导的账号留言 逼得徐导不得不做出面视频道歉 本来有部分钟爱徐导电影的人还在心疼 但是 那天半夜 有一名女子举着身份证实名举报徐导 她是一名名气不大的女明星 镜头里的她满脸泪花 悲痛欲绝地诉说着 自己曾遭受过来自徐导不公的蹂躏 渐渐地 事件不停地发酵 不只是一名 两名 三名 追溯到九年前就有受害者 七 这一对在娱乐圈翻手为云的父子都是恶魔 踩在女性的身体上肆意糟蹋 如今 她们终于落网了 法律会绕过谁 助理小满说得对 正也许会迟来 但永远不会缺席 徐导的律师联系我 希望给我一笔钱和资源 企图和解 我唾口水到徐承宾的脸上 她满脸力气地盯着我 咬牙切齿地骂我 骂我 她在警局一拍桌子而起 说 我睡你 是看得起你 你以为什么女人爬我的床 我都会睡吗 我惊叫 我没有爬你的床 她耸肩 不以为意 想起了什么 对我露出悲悯的眼神 记起来了 是你亲妈送我去床上了 当时你的意识不清醒 还少了不少乐趣 她阴瑟瑟地忽然笑开 别装了 什么冰清玉洁的玉女 是欲望的玉才队 每次我一碰你 你都喜欢了我的手法 我抓起桌上的水瓶扔过去 别出来了 你这种垃圾人渣 称你为畜生都是抬举你 望向旁边面无表情的徐导 我哈哈大笑 你们父子都畜生不如 求靓姐 下辈子吧 我要你们后半生都在监狱里度过 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过 囚犯也是分等级的 强奸犯就是最低级 遭人看不起的 徐承彬虽然肤色不是如今流行的白切鸡 但是监狱久了 什么人没有 男人又是欲望熊熊的生物 律师一脸为难地举着文件 和解书上写着上亿金额 我们受害的七名女子中 也许有人曾经动过金钱的诱惑 想拿着卖身钱和杀去自尊签名 可是 面对施暴者如此理直气壮的不知悔恨 他们的态度错了 我们需要的是道歉 需要的是惩罚 而不是你们的逍遥法外 你们继续用钱去侮辱下一名女性 恶人终将有恶报 是横骨不变的事实 但同时需要我们受害人用于揭发他们的罪恶 我对警方鞠躬 我们不接受和解 只希望他们受法律的惩罚 在我说完后 徐导才认真的注视我 他淡定的转动的刚笔 我手上有五部大IP女主电影 要是你和解了 这五部电影的女主都是你 你可以 你再说屁话 我大笑着打断了徐导自以为是的说话 笑着俯手仰面 类似一个女疯子 最后笑泪坐在警局的椅子上 跟看死人一样 看着徐导 看着回我清白和人生的徐成斌 我的人生对他们来说真是不提一提 五部电影女主 就给我明码标价 联合亲妈用尽不光彩的手段把我给睡了 我苏黎欢有着一张明艳 却不妖艳的白莲花脸 我靠着脸就可以积身一线大花 如果不是有亲妈累累的赌债偿还 如今 我赚的代言费拍戏费 都可以买下一座小岛 我 不稀罕 你们两块臭气熏天的狗屎 去监狱改造吧 我会拼尽全力 祝福你们下半生牢底坐穿 大快人心 法官判决徐导无期徒刑 其子徐成斌二十三刑期 听说他们还企图上诉 但是在争争证据面前 在七名受害女性面前 注定徒劳无功 他们两父子戴着镣铐 看我的眼神有多恶毒 我的心就有多畅快 而那对同父异母的兄弟 小白连李中文和勒索犯张铁 也是同样下场 只是 我竟没想到李中文在法院里 最后和我的对话 不是祈求原谅 企图法官看到他认罪态度良好的份上 可以缩短其刑期 而是 问我亲妈的消息 我摇头不语 他消失了 警方铺天盖地地通缉他 但没有人影 我想 他多半不测了 我曾见过那些堵在家门口追债的人员 真的一场恐怖 凶神恶煞 虎背雄腰 生怕不能给予人造成恐慌 半个月后 我去探监 给李中文带来亲妈的消息 不 不是亲妈了 她已经是残疾人了 就在某座女子监狱里 她也是徐成斌的同案犯啊 我吃笑道 对李中文说 听说监狱里也会给予囚犯通信自由的权利 你可以从这座监狱里写信 寄到那座女子监狱里 你们真是一样的烂 烂在地里 凭什么还想要拥有幸福 出了监狱后 我远望着高处的蓝天 像是蓝宝石般熠熠生辉 就如同是我 有大批记者手在监狱门口等采访我 我灿然一笑 挥洒长发 回眸一笑 我大明星苏黎欢 自此远航 属于我的人生 才刚开始 从此我会自爱自重 不再有亲人拖累 我会累了就去旅游 旅游够了就接喜欢的综艺节目或剧 我的人生我做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